風超大之外 因為它可以很快的把頭髮吹乾 所以不需要用很熱的溫度 它就在吹頭髮的時候不會傷害你的髮質 然後因為它非常高風速的關係 所以如果你由上往下吹 它可以幫你把毛鱗片這樣很順的貼合 不會傷害你的髮 讓你們見識一下這個風有多大 因為剛剛凱樂說 這個風力真的比一般的吹風機還要誇張 還要厲害 嗨 來 有吹到嗎 發現了 有嗎 有感覺 哇 你們是燒光彩嗎 好可愛喔 不是是不是 不是嗎 好來這邊 每一位朋友 這邊都露出 哇 有沒有很像電風扇 很涼快對不對 剛好今天現場還蠻熱的 有沒有來 風力太大 來這邊 OK 有感受到嗎 後面的朋友有感受到嗎 有 我發現拿到後面喔 那一位銀色相機的小姐 其實我們離還蠻遠的對不對 對 他的頭髮直接飛起來 就往後飛 對 所以他風速很強 所以可以讓你在吹頭髮的時候 很快的就吹乾之外 還不會傷害頭髮 喔 所以其實好的髮質最重要的是 就是我們每天在使用的吹風機 沒錯 因為其實Dyson有研究過了 其實一般你在做造型的時候 可能粉絲朋友自己也會做造型 但是呢 造型品 我頭髮常常在噴髮膠 對 或者是那些髮辣 磨一抹 我乾掉了 洗完以後變得很乾澀 對 那這些都不是最大的傷害喔 最傷害的是什麼 你可以猜一下 我猜是 是 溫度 溫度沒錯 因為剛剛把答案講出來 想要high five一下對不對 好 為什麼溫度呢 因為我們每天都在接觸他 所以熱傷害真的好可怕喔 真的 所以我們Dyson是不是會送你吹風機 看他吹的時候 你有沒有覺得他很燙 會嗎 會嗎 喔 大家都搖搖頭 反而覺得很涼 對不對 真的 而且他的 我覺得他特殊的設計 所以他拿起來很輕 而且有時候 女生吹風 這個 他的那個重心是反吹頭髮 之前以前頭髮也是跟凱樂差不多長 我真的受不了 立刻剪掉 可是SUPER SONY還沒出的時候 我就把它剪掉 我覺得好可惜喔 太早剪了 真的 然後我在吹的時候 我常常真的是 凱樂剛剛說二十分鐘對不對 對 那我們現在用SUPER SONY 凱樂之前自己有試用過嗎 有 我現在每天都 用這個吹頭髮 是 因為以前 工作的時候需要每天洗頭 可是吹頭髮的時候 都覺得很浪費時間 是 因為吹頭髮的時候 電視會變成聽不到 對 然後你就覺得看電視又聽不到 然後也沒辦法跟家人聊天 就會偷懶不想洗頭 是 但是那這個吹風機是 他的聲音很小 所以你追劇啊 或者是看電視或者聊天 都可以 你就沒有理由不洗頭了 而且速度又快 對 好 因為 不適合 對 很難 有 在那邊 你 有 有 有